好 四大公投案在这一个周六就要进行投票了 在台中市有多位绿营的议员呢 就在市议会的市政中质询当中来特别质疑到 说反莱猪就是在阻挡台湾的经贸发展 而市长卢秀燕对此则说了 他说美国也早就已经退出了CPTPP了 强调在周六一定会前往投票来行使公民权 四大公投案就在18号这个周六进行投票 台中市议员曾朝龙在市议会总直询 播放经济部长王美花的谈话 担心四大公投议案反莱猪如果过关 恐怕会影响台湾的经贸发展 我们今天跟美国所签的莱猪进口 我们不同意我们解约 这对台湾的经济台湾的自由贸易 以及台湾加入CPTPP会不会有影响 绿营议员说禁止莱猪到台湾 就无法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会让台湾产业失去竞争力 但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美国也早已退出这个组织 2017年美国主动退出CPTPP 那至今没有加入 那在因为TPP改组为在2017年美国退出 那2018年这个TPP改组为CPTPP 那有邀请很多国家参加 就我了解至今为止美国没有要参加 为什么欧盟就可以限制不进这个东西 为什么中国大陆跟美国贸易这么多 也可以不进这些东西 我自己心中有这个存疑 为什么 卫生局长曾子展说实在想不通 欧盟中国大陆与美国贸易往来频繁 都可以拒绝莱猪为何台湾不行 卢秀燕更进一步强调 过去讨论开放莱牛 当时强调不会进口 但事实证明莱牛让民众吃下肚 今年光台中市就验出了60多件 美牛含有莱克多巴胺 就怕莱猪开放后 民众也会不知不觉吃下肚 强调捍卫民众健康 与人民站在一起 那18号公投 你会不会去投票 会 我会行使我公民的职权 1218四大公投案 卢秀燕强调 自己会去行使公民权利 用实际行动 捍卫人民健康 1218四大公投案